有一对夫妻就约定把上床叫做上课 有一天她的老婆就发短信给她的老公说 今天晚上我们要上课 后来她的老公就回信了 就说今天晚上有应酬 所以我们就改自习好了 然后她的老婆就一整晚就非常的不爽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她的老公就是为了要弥补她的老婆 所以就说那我们今天晚上也来上课好了 后来她的老婆就回答她说 其实昨天晚上我已经有请假叫了 先生不孕 所以就带着她的妻子到金子银行来买金子 那金子银行的行员就提供了好几种的金子 那行员就说 我们这边有知名的运动员的金子 5cc就要5000块 博士硕士就要1cc1万块钱 还有各大企业家1cc要2万块 那这一对夫妇就说怎么价钱差距这么大 那行员就回答 因为越顶尖的人比较少 量自然也比较少 所以物以稀为贵 那这个夫妇又说 那这样子 那请问你们最贵的是什么样的金子呢 那行员就说 我们这边有立法委员的金子 1cc就要50万 立法委员竟然贵这么多 那行员又回答 这个因为立法委员的人是很多 但是有种的不多 这个台湾人 日本人跟美国人 一同来到了天堂 那上帝为了要测试他们 对于国家的忠诚度 便要求他们 从三个戴着面具的人之中 找出一个国家的领袖 日本人一看 戴着面具的人底下留着胡子 就说他是我们的天皇万色 结果他的面具拿下来之后 却是希特勒 日本人就很倒霉 就被罚下地狱十天 接着就换美国人 美国人就看着戴着面具的人 身材是胖胖的 就说 这个一定是我们家的柯林顿总统 结果面具拿下来之后 却是叶尔卿 于是美国人就跟日本人一样 就遭受到了惩罚 终于轮到了台湾人了 只见到台湾人就自信满满地说 好了 你不用转过来了 你也不用拿下面具了 然后上帝呢 就很惊讶地问他 为什么呢 后来台湾人就很骄傲地说 只要会乱讲话的 就一定是我们总统候选人嘛 这一天啊